当我进化成僵尸王 透过吞噬人类当中的高智慧科学家提升脑力值 并获得技能 但人类科技的发展非常迅速 学会开启时空门 前往地域墨地继续追击我 那么我能否躲避人类特种兵的追杀并击败墨影龙呢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剧敌僵尸王只有一步之遥的江炎nana 那上期视频我们从这个召唤僵尸变成了 力大无穷的铁锤僵尸 当你的拳头不够硬 你就拥有掌握这个世界的话一下 你好家伙你看这 你好 猎人都不主动攻击我了 躲在房顶上了兄弟们 但是你以为你躲起来 我就不会继续追杀你吗 小的呗 轻轻地给他来一个小斧摸 我们还差两个技能才能成为真正的僵尸王 首先我们学习这个冲撞重锤 这边有人类当中的特种兵 但是话说你这特种兵拿铁剑是吧 连把枪都没有 那就不要怪我无形了 直接横冲直撞 我这个技能是用两段伤害 首先是一波冲刺 用自己的体重压盖一切敌人 最后再手大锤 重重地砸向地面 好了观众朋友们 上期视频的数据来看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比第一期的数据还高 看来大家对我以僵尸的身份 能否统治这个世界 非常感兴趣 这期视频还是点赞数过5000 我们就更新下一期 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上期的结尾 我们最终败在了这个洞窟之中 哎 里面也通样有一个锤战士啊 但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的我也是有技能的锤战士了 来吧 看我直接一个横冲直撞 小老弟 我伤害权撞这个墙上了 兄弟们 哎呀 大哥 你可真跟我底下往来呢 你这一个劲的往这方块上顶是怎么意思 你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根本打不中我呀 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啊啊啊啊 开转了是吧 啊 转起来了 那就不要怪我啊 手下无情了 直接两锤带走啊 爆出来了一个 附魔钻石护腿 我们完成了 今天的复仇 这边有个大峡谷啊 下面可以落地水啊 但是我偏赴我就是要直接啊 超英式落地 这就是血后的好处 一会要去地狱 所以说挖点小黄金 这边黄金还挺多的 哎呦 哎呦 什么东西在打我 哎这什么情况 我想挖个矿都不安生啊 居然都有这些人类的猎手 来对我进行追杀 哎呦 本以为只是几个小贼 没想到捅了老窝 怪不得啊 这是一个人类的地下基地啊 但是呢 我也小露一手 直接一顿冲撞 看来人类的进化速度远远赶不上我们僵尸的速度啊 这里有很多手无寸铁的人类啊 你放心啊 真正的强者是不会欺负这些弱小的人类的 哎 这是什么情况啊 人类居然把自己的同胞关在了牢篓里面啊 你们不要急 我这就速速救你们出来 快出来吧 你们自由啦 你们自由啦 我们成功结束了这些人的痛苦啊 这才应该是一只好僵尸该做的事情 好 我们这边找到了延僵池来进行交注法 没有想到体型这么庞大的我居然也可以进普通的传送门啊 嗨嗨 我们成功来到了地狱维度 但是话说我这个出生点也太奇葩了吧 我还得慢慢搭过去 你好 哎 兄弟们 这什么情况 怎么这地狱里也有人类啊 看来人类已经掌握了穿梭维度的能力啊 但是话说 我这怎么过去啊 没方块了 别急 咱们还有这个技能的啊 我试试我的 横冲直到能否一股多气冲过去 兄弟们 我冲了 我去 这是什么 怎么 踏空行走 原力与我同在了 怎么怎么 突然 但是这边人类的特种兵穿越时空 继续对我展开追杀 我去 他们的弓箭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击退效果 我一路把我打入岩浆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血量够后就可以扛住一切 我们直接大方块上来 区序人类还想来追杀我 什么叫做绝境重生 但貌似这群人类到达了地狱世界啊 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和战斗力了 现在的我在地狱里面啊 这些生物也不会对我主动攻击啊 我只需要在它后面轻轻一摸 偷袭 哎 现在我们获得这个练一棒非常轻松啊 对我主动攻击的只有你们 这些小人类居然还在这里打我 不要担心这个距离我们可以直接 横冲直撞 我直接冲起来了 一波让后 哎 这个时候他顾不上我了 我们的僵尸大部队也已经赶来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安心来收集材料了 哎呦 我去 我一扫一大片啊 这一片的骷髅呢 哎 成功掉出来了这个凋零头颅 这边找到了宝美遗迹 作为还上游一分力一致的僵尸啊 我们会用一些核爆工具啊 很合理吧 直接爆破而入 当然呢 我只是来跟你们做个交易的 哎 我是兄弟们 人类阵营都追杀到这里来了吗 真的是阴魂不散啊 祝你们好朋友快来救我 直接把我轰去 岩浆里来了 哎 不对呀 我堂堂僵尸王启示你们这些凡人可以随意羞辱的 呵 势手反击了 直接拿下 观众朋友们来到了第三十天 这三个天赋竟然都是负面型的啊 第一个是会被太阳灼伤啊 中间这个敌人的攻击的翻倍 右边是丧尸会把你当成人类可还行 这个真正的强者都是孤独的啊 我就选择丧尸会把我当成人类 这边回到了主世界啊 如今我就要跟这群丧尸反目成仇啊 我可是你们的王啊 怎么能打你们的领主呢 不多说了好吧 我们直接前往墨地世界 来看看如今成为僵尸王的我啊 如何击败墨影龙 那我该怎么过去呢 没有错 使用我们的横冲直撞 什么叫做真正的翻牛盾力学 一顿起飞 当 我去太帅了兄弟们 直接开转 通通给我吸过来啊 我直接墨影水丢我都不打 看看能否直接把墨影龙转死 哇奇兄弟们伤害非常之高啊 继续二连转成圣追击 我们准备最后一转 直接拿下 虽然墨地世界已经被我们解放 但是我们在主世界的危机 也才刚刚开始 在冰雪世界 诞生了这样一位血巨人僵尸 他也同样想要争夺 姜王的称号 好的兄弟们 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 查来点赞 记得下期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待